腾讯旗下的美国网络游戏开发商拳头游戏计划会在全球裁员大约530个人 拳头游戏在网站发表声明表示会在全球裁减大约530个职位 占公司员工总数大约是在11% 以核心开发以外的团队最受到影响 公司方面坦诚在过去几年员工人数增加超过的一倍 也导致了业务发展的重点分散 因此是有必要缩减部分不受到玩家欢迎的游戏团队的规模 也会停止部分游戏的开发工作 拳头游戏是网络游戏英雄联盟的开发商 那么这款游戏也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受到欢迎的游戏之一